第111集 到了第二天天光的時候 天色大亮了 但太陽就好像放了假似的 都差不多八點鐘 都還未露面 秦榮早就躺在地上睡著了 而龐康就坐在一邊 不出聲 呆曬地看著烏雲遮天 森林 人生如雲 或者每個人都有灰色的心情 龐康的心情也是如此 秦榮打了個冷震 即時就跳起來 警戒地看著周圍 咦 打死你這個仆街 等看清楚眼前的情景 這樣才發現 他剛才只不過是發了一場夢 接著就看著 還未睡覺的龐康好奇地問 師傅 你到底做什麼呀 整晚沒睡 你不覺得眼睡嗎 龐康震了一下 站起來深吸了一口氣 呼吸著山裡的清新空氣就說了 我現在是死屍 死屍只有天天睡覺 不過不知為什麼 我竟然不怕光 走吧 剛才我聽到有喇叭聲響起 估計走多十幾分鐘就走到公路了 說完就率先帶路 看著龐康的背影 巡迷只能夠暗暗嘆氣 他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 和理了一下髮型之後 就趕緊跟上 果然 在十幾分鐘的路程之後 不單止已經落到山腳 而且還來到現代的公路上面 看著車來車往 龐康面上沒有絲毫的笑容 攔了一輛的士之後 兩個人就坐上去了 兩位先生去哪裡 車主是一個骨瘦如齊的中年人 下巴長著一大圈很吉手的鬍鬚 這個車主並沒有及時開車 而是先問兩個人去哪裡 這類車主可以說得上是很少的 因為很多人都是邊行邊問的 巡迷當然不知道地址 唯有龐康才稍微了解附近的地段 他望了一眼司機 淡淡地說 去居庸市 在這裏去居庸要50元 給了錢才開車 車主好像很怕兩個人沒有錢 伸手出來問兩個人拿錢 50?居庸市來這裏很遠嗎? 徐榮冷汗大霧 作為一個生活結局的學生 50元相當於徐榮一個月的零用錢 要知道 現代很多學生的零用錢 基本上都是500元以上 沒說那麼多廢話 50元 不給就下車 我還有其他事 司機顯得有點不耐煩 轉頭跟巡迷說 態度差到極點 別說巡迷 連龐康都沒有見過 態度那麼差的的士司機 當龐康在摸衣袋的時候 才發現他現在已經身無紛紜 巡迷也在身上摸來摸去 但是帶來的很多衣服 都已經丟在茅山 放錢的衣服呢 早在受傷的時候 被政壇和正號雙胞胎兄弟換了 師 師傅 我的錢好像沒有帶 巡迷轉頭 驚訝地看著龐康說 什麼 沒錢就想打的士 快點和我下車 司機以為巡迷在跟他說話 即時就撥然大腦 轉頭 惡狠狠地說 巡迷微心一陣 還想說什麼 但是被龐康攔住了 看了一眼司機 極為明顯的鬍鬚 轉身就下車 看著車漸漸地遠去 巡迷就一套火了 這種人太現實了吧 師傅啊 你為什麼讓他走啊 我想打他一鑊 人家都要養家糊口的 沒有利益的事 別說我啦 你都不會做啦 人家都是人家的苦衷 再說 我叫你學道術是幫人 而不是打人 明明啊 龐康淡淡地說 我都沒有錢 還是走路啦 希望遇上個好心人 可以幫我們一下 巡迷冷漢大帽 五十元車錢的路程 肯定不是一般的遠 走路去巨庸市 那要走到什麼時候啊 陰沉沉灰色的天空 走至龐康現在的心情一樣 一點色彩都沒有 走了很長一段路 才來到林家村 因為身上沒有錢 所以巡迷的肚子 一早在喊救命 喉嚨也早就乾了 龐康反而無所謂 只是體諒一下巡迷 這樣才停下來休息 師傅 你說我們身上沒有錢 怎樣買車票回博白啊 巡迷這樣才想起沒有錢的事 哪有人會這麼好心啊 回去的車費 一分錢都絕對沒得少啊 巡迷最擔心的是 現在怎樣生存下去 要生存下去 最重要的還是食物 龐康一外 貌似巡迷講得有道理 他望了一眼路牌上面 標著林家村幾個大字 眉頭走走一走 淡淡地說 我們現在 唯有一邊賺錢一邊回去 只不過我估計 我們很難賺到錢 賺錢? 我們去哪裡賺錢啊? 怕不是 走去人家菜地裡 偷些菜去賣吧 巡迷驚訝 現在除了身上邊 還有些黃符和銅劍之外 估計沒有什麼值錢的事 做回我們的老本行咯 斬腰除魔 不過這裡 離茅山不遠 我估計應該沒有什麼生意 龐康面無表情 那種眼神 好像有人差他五百多萬 突然發生這麼多事 誰高興得起身呢? 特別是知道 是他殺了張廣東之後 龐康的心裏便更難受 對呀 不過這個賺到錢嗎? 斬腰除魔本來就是我們的天職 這個可以收費嗎? 之前巡迷也有幫過人 但從來都不收費 因為龐康在那本茅山鬼道裡 就有提醒過他 切勿貪徒利益 兩個人歷經艱辛 攀山攝水 很不容易才從茅山走出來 但出來之後才發現 他們已經身無紛紜 要去現代的交通工具 就必須要有錢 無奈之下 唯有坐上華里的11路車 來到一個叫林家村的地方休息 來到這裡的時候才想起 其實斬腰除魔都可以賺些車費的 我們不是徒利益 只是為了車費而努力 不過阿榮 我說明先 不管遇到多厲害的妖物 我都不可以出手 否則我的私毒就會發作 你自己一個人應不應付得到? 唐康依然是淡淡地問 經過上次和六蛇妖王的激烈打鬥 秦榮自相地拍了一下心口 就說了 當然可以了 那個時候 我不是已經殺了妖王了嗎? 師傅 你放心 好 那我們進村看看 只要覺得稍微有點不對勁 你就負責去打探 如果找到生意了 你就不怕捱我吧 說完 龐康又不等秦榮 另轉身率先就走進林家村 在村裡走逛了起來 不過後來才發現 茅山附近 真是很少發生什麼靈異事件 附近是旅遊區 所以平時林家村的村民 看到陌生人也不會覺得奇怪 所以並沒有趕龐康和秦榮兩個陌生人出去 經過一座小院的時候 突然傳來了一把 小孩子很劇烈的哭聲 張秦榮嚇了一跳 他上下打量了小院的門口 就說了 這個小孩子 懂得千里傳音嗎? 這麼遠可以聽到? 真是奇人啊 師傅 我們都找了大概一個小時了 都還沒找到 徒兒我實在是走不動了 龐康也都在觀察小院門口 接著就退到門口對面的一棟牆上 背靠著牆 做什麼要走? 這個可能就是我們的生意 我們在這裡等一會 如果這個小孩子沒有停下來 我們就進去 啊? 徐明驚訝地睜大雙眼 師傅 這種事我不懂的 小孩子哭而已 難道是驚嚇過度? 等一會你看我的就可以了 等一會有人開門 你千萬不要插嘴 等我來說 小孩子因為驚嚇而哭鬧 這是一種非常常見的靈異事件 很多人身邊都有發生類似的現象 不過解決的方法極為簡單 連已經變成收屍的龐康也幫得上手 正所謂行家一開口便知有沒有 龐康對這方面也算是老手了 一旦說錯話 賺不到錢不說 估計會被人拿條棍打出村 小院的周圍 除了嬰兒的哭聲之外 很安靜 安靜到腳步聲都逃不過兩個人的耳朵 果然沒過多久 就聽到一堆匆忙的腳步聲 龐康立即拉起秦榮 來到小院的門口前面 等著裡面的人開門 開門的是一位二十三四歲的少女或者婦女 微青木獸 樣子極為之普通 突然見到龐康兩個人站在他門口 嚇到他幾乎轉身就走 後來發現 這裡是他家 這樣才勉強忍住 很驚訝地看著兩個人便問 你兩個站在我家做什麼 本道乃是茅山親傳弟子龐康 這位是小圖 本道在路經此地之時 發現此宅有一嬰兒被鬼魂驚嚇 而哭鬧不憂 特地來此為嬰兒收客 請問女士如何稱呼 龐康有模有樣地說 面上擠出一絲笑容 秦榮在一邊冷汗大霧 這番說話 十個婦女九個都會相信 果然是行家 相信這件事 龐康做了起碼不止十次 叫我湯黎 你是道士? 湯黎奇怪地上下打量龐康兩人 不止 你有什麼證明我兒子是被驚嚇的? 湯女士 你兒子已經哭了一陣了吧? 你出來 不就是正準備找人來看? 龐康客氣地說 面上沒有絲毫說笑的表情 你如果不相信的話 不妨一試 假如本道未能幫到你 你大可以再趕我們走不遲 突然間出現一個陌生人 誰信呢? 不過家裏面 又不止他一個人在 亦不怕兩個人有什麼不好的企圖 他摸了頭便說 好 你們可以進去看 但如果幫不了手 我就馬上叫村裡的人趕你們出去 說完 拉著龐康和秦榮 就走進去宅園裡 第112集 秦榮不單止對龐康豎起母子 果然姜仲是老的辣 辦喜事起身 不單止要效率 連技術含量都不可以缺少 否則就成為了傳言中的 騙飲騙食的神棍 這個小孩子大概三個月大 這個時候哭得很厲害 未生牙的嘴 脈到很大 一個25、6歲的男生 正抱著這個小孩子在哄他 試圖讓他安靜下來 但可惜 用盡了一切的辦法 都未能夠哄這個小孩子不哭 只是因為哄不成 所以才叫湯麗去找村醫過來 大家眼見到這個嬰兒 果然好像龐康講的那樣 並不是小孩子有病 而是小孩子的確被驚嚇到 看了小孩子幾眼 問了幾個關於小孩子 有沒有生病的問題 龐康才故作高深 而緩慢地點頭 的確沒錯 被驚嚇嚴重 我觀察過了 這個小孩子附近 有隻鬼正在跟著他 我想問 你們是不是帶小孩子去過什麼 麻煩你去的地方 沒有去過哪裡啊 剛才兩點幾鐘 我只不過抱著他 去隔壁屋玩 回來之後他就一直哭了 顯然 湯麗就是這個小孩子的母親 他回想了一下 才認真地回答 因為龐康講得像模像樣 龐康摸了下頭 沉思了一陣 大概觀察了一間窄園 窄園的大廳中間 是個早廳 上面擺放了幾個牌位 龐康微心一陣 指著早廳中間的牌位就問 你的鄰居家 是不是有一個 和你家差不多大的早廳 我們村都是這樣的 各家各戶都有 做什麼 難道小孩子和這個有關 男人開口 質疑地上下打量一下龐康兩個人 阿黎呀 你幹嘛隨便 亂帶陌生人進來 龐康伸手阻止了男人 這位先生 有些事不到你不信 你小孩子的八字 肯定和某些鬼魂犯衝 所以才會惹上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你要為小孩子想想 小孩子極其脆弱 哭得那麼厲害 是很容易出問題的 你再考慮考慮一下 考慮清楚 我再幫你 師傅 你這裏有鬼魂 我為什麼感覺不到 巡靈好奇地 在龐康的耳邊小小聲聞 巡靈的道行也不算低 竟然都未能夠發現 反觀龐康 龐康現在不能使用靈力 為什麼就發現了呢 你開天眼看看就知道了 不用問我 龐康壓低了聲地回答 兩隻眼正在看著男人和湯黎 巡靈這樣才想起 為什麼不記得了開天眼呢 一想到這一層 在衣袋裡面 拿出一張符子 放眼看過去 果然看到一隻鬼魂 飄在小孩子的身邊 看到這一幕 巡靈面積一變 正要拿出銅劍 但就被龐康攔住了 龐康攔住巡靈 壓低了一把聲就說了 這一種鬼魂 不是孤魂野鬼 不能亂殺 不是的話 你會遭報應的 那好吧 只要你能夠幫我兒子 不哭不鬧 報酬不是問題 但如果你沒辦法 那就不單趕你出去 而且還要你賠償相應的損失費 那個男人和湯黎 談了一會兒 這樣才落定決心 讓龐康幫忙試試 林家村是本地人的地盤 外地人就算膽再大 也不敢跑去別人地盤去騙人 當然 真正的騙子 奸詐狡猾 有些人被騙了錢 還要幫人數錢 不過這也是一些特殊的例子 這一層你大可以放心 只要我告訴你方法 你的小孩就會立刻停止哭鬧 不過你們兩個要配合一下 龐康對這件事兇有成竹 就好像家常便飯一樣 當然 如果那個辦法不行 龐康也不介意 把鬧事的鬼收了 秦榮就好奇了 他從來都沒處理過這樣的靈異事件 如果換轉是他 他會毫不猶豫 就舉劍殺之 但是龐康呢 就要用另一種辦法 不可以殺鬼 那還有什麼辦法治鬼呢 這件事 秦榮相當好奇 龐康絲毫無考慮就答應 令這一對年輕的夫婦很驚訝 心裡邊雖然有疑慮 但仍然答應了龐康 你們現在去準備一碗白酒 一炷香和三張以上的紙錢 準備完之後 去鄰居家門口外面一像的地方 插香擺一擺 擺完之後 白酒倒在原地 而碗放回原柱 回來之後 小孩子的哭聲馬上就會停止了 龐康背著手往前走了兩步 淡淡地說 打死兩個人都不會相信 這樣就可以令小孩子停止哭鬧 不是說他被驚嚇了嗎 應該落回一道收客符就可以了 為什麼還要這麼麻煩去拜呢 別說年輕的夫婦不敢相信 連秦榮也都覺得這件事沒什麼可能 雖然他的確見到一隻鬼在眼前 湯黎按照龐康所說的這樣 在鄰居家門口前面一像的地方燒香 龐康、秦榮 和抱著小孩子的男人 站在門口看著 當然這件事是偷偷地做的 被鄰居發現 估計要和湯黎一家翻臉 誰敢沒事走到人家燒香叩拜呢 就算是親兄弟 在不知道情況的情況下 也會毫不猶豫上去打了才說 更加不是說只是鄰居呢 之前才剛燒完 龐康眉心一陣 面色冷盡 尋聲渴 門尺一像擺脅酒 你敬我一赤 我敬你一像 不要敬酒不喝 喝佛酒 突然 一度輕風吹佛而過 剛剛才站起來的湯黎 打了個冷震 成身起雞皮 但就在這個時候 小孩子的哭聲 就立刻停止了 速度之快 簡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這樣都未止 反而還將男人和湯黎嚇了一跳 男人不敢相信地看著懷裡的小孩子 只見小孩子的哭聲停止了 困倦的雙眼動了一動 慢慢合上雙眼 進入了夢鄉 速度之快 令秦榮覺得不可思議 再一次轉頭一看究竟 心中大震 那個前身的鬼魂 早就已經消失到無影無蹤 這個年齡段的小孩子 最容易惹上這種怪事 以後千萬不要帶他去那種地方 很容易被傳真 幸好這隻鬼魂是人家祖堂的 否則的話 如果是潛上了冤鬼或惡鬼 小孩子隨時都會沒命 龐康沒有什麼驚異的表情 因為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男人恩喜非常 等湯黎走過來的時候 小心翼翼地把小孩子送到湯黎的懷裡 老婆 你帶他進去睡覺 我和道長聊天 看到湯黎抱著小孩子走進去 男人滿面感激之意 上前拉著龐康的手 千感謝萬謝恩 果然是茅山的道長 真是太多謝你了 快點進來吧 都快天黑了 吃飯時間都差不多到 你進來先坐一會吧 我叫小黎去煮飯 這位先生 你太客氣了吧 留下來吃飯 這樣又不是多好吧 秦榮早就餓到走路都沒有力 說這句話 實在是有為他的內心 這個性格和龐康以前有點相似 男子哼哼一笑就說了 不會不會 你們一定要留下來吃頓飯 好等我盡地主之意 至於報酬的事 絕對不會虧待你們的 來來來來 喝杯茶先 本來龐康還以為 要接好幾宗生意 但沒想到今次的酬勞 竟然有八百多元這麼多 酒足飯飽之後 男子百般玩流 但兩個人收到這麼高的報酬 也不好意思再留下 唯有摩克就走了 不過嚴格來說 這個報酬是最低的了 如果在辦事之前 就談價錢的話 龐康完全可以開價五千甚至更多 可惜沒有信譽 加上龐康也不想多坑別人辛苦賺來的錢 離開湯黎家後 龐康和秦玲兩個人又跑出公路 雖然說摩克走 其實太陽星剛剛下山 天色也未完全暗淡下來 公路上來來往往的車輛 就算下夜 也有不少人在車裏邊過生活 甚至邊開車邊吃飯 公交車隨隨經過 有長途車 有旅遊車 有市內公交車等等 令人目不暇接 眼花遼亂 師父啊 八百多元 夠不夠回薄白啊 那麼遠 我們來的時候都不止 秦玲擔心地說 對了師父 剛才你是怎樣做到的 似乎處理那種靈異事件 要好講規矩 為什麼我不可以殺那隻鬼魂呢 龐康拉著秦玲 走到公路的對面就說了 那些規矩等以後你就知道了 你要記住啊 這種鬼魂是很純靜的 他沒有任何的怨氣 殺氣和邪氣 隨時都可以下去投胎 你如果將他殺了的話 接受不是大問題啊 問題是絕後 就沒有辦法救的了 看著車來車往 加上龐康講的說話 秦玲冷漢大霧 只不過是替天行道 有這麼嚴重嗎 替天行道 不一定的 殺一隻純靜的鬼魂 就好像殺一個活人一樣 只不過殺活人 是要被判死刑 或者終身監禁 而殺一隻純靜的鬼魂 是要接受或者絕後的 這兩種罪行 我們都承受不起 龐康淡淡地說 講完之後 就難得一輛公交車了 乘上重返博白的車輛 當然 江蘇離博白的距離太遠了 在巨庸出發 到南京 坐火車至博白 最少都要三十幾個小時 也就是說 需要一天半的時間 兩個人的火車票 至少都要五百到六百之間 所以兩個人這幾天 非常之結局 除了可以買乾糧充機之外 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只能夠在冰冷的大街上過夜 當晚到了巨庸 已經沒有南京的車了 就算有 也都是價錢比較貴的 所以兩個人 只能夠在巨龍 汽車總站外邊過夜 因為車站晚上要關門 到凌晨才開門 等他們到了南京火車站 又要等火車票上面的時間 總之 兩個人回博白之間 有很多令人難以忍受的折磨 第113集 終於到了大四日的下午 才回到博白 剛剛走出汽車總站 龐康深吸了一口 被污染了的空氣 真是既熟悉 又陌生 師父 我們終於回來了 接下來有什麼打算 秦榮雖然不經常來 但是博白街 他都常常習慣的 摸了肚子就問了 師父啊 還有沒有錢啊 我肚餓啊 坐了三十幾個小時的火車 我只吃了一次泡麵而已 龐康不吃東西 就算想吃也吃不下 因為就算他現在變得很正常 也有一種飲血的渴望 在火車站和火車上面 那種渴望就更加強烈了 好在能夠控制住 否則 真是要變成一隻真正的殭屍了 帶秦榮去吃了一些田肚的東西之後 就直接往丘金紅的公司去 在茅山的時候 龐康不知道邮金紅為什麼會突然離去 問也不肯說 現在回來了 當然第一時間 就跑去邮金紅的公司 邮金紅的公司 一如既往地營業 過去上班的上班 過去休息的休息 剛好 保安還是上次那個 保安一見到龐康 就笑臉相迎了 親自跑出門口 彎著腰問 你好啊 我記得你 上次來找邮總的那個人 你這次來 是不是都找邮總啊 是啊 他是不是在 龐康略顯焦急地問 面上邊總算有些表情 之前 經常帶著一副 人家欠他幾百萬的表情 邮總這幾天都沒有來上班 之前和人打架 打到全身都是傷 唉 都不知道邮總惹了些什麼人 落手這麼狠 保安面上邊的笑容 逐漸消失 反而軟式地說 說完 還長嘆了一口氣 聽見保安說的話 好像當時他就在現場那樣 龐康的面色變了一變 望了眼五金公司裡面的大概模樣 並沒有什麼打得過痕跡 就問了 那現在誰在管理公司啊 有沒有辦法叫他出來一下 好像好像是邮總的徒弟 和一位姓劉的 暫待邮總的位置 具體的事 就只有管理層的人才知道 我只是一個保安 哪敢去問那麼多事啊 保安尷尬地說 這件事的確跟他沒有關係 邮金雄的徒弟 金俊康 姓劉的除了扭稅之外 龐康就想不到還有誰了 多謝你啊 保安 那我可不可以進去找他們兩個啊 保安一外 沒想到龐康竟然還這麼禮貌 很多人以為 認識了有錢人 就可以擺起架子 可以狗眼看人低 甚至還將自己看成是老闆 要這種人心平氣和和一個保安說話 比登天還要懶 但是龐康就不同了 竟然沒有絲毫的架子 而且還問保安的意見 明知道保安肯定不會拒絕 他都照樣做 啊 可以可以 不用登記了 你直接進去吧 保安所說的 正是金俊康和柳瑞兩個人 這個時候兩個人 正坐在邱金雄的辦公室裡面 整理著文件 不過主要做事的呢 還是柳瑞 因為柳瑞是警察 平時看資料和文件 早就已經習慣了 所以他看文件不會頭痛 而反觀金俊康呢 金俊康的頭都大了 特別是要仔細看著一些密密麻麻的字 還有一些需要簽名的進貨 出貨的帳單 總之處理起來 比較拿手的 就只有扭稅 而徐書廷要照顧小蚊仔 也要照顧受傷的邱金雄 所以他不可能來管理公司 唯一希望的 就只能夠交給兩個半桶水了 龐康帶著秦榮 走到邱金雄的辦公室門口 剛巧就見到 忙到城頭寒的金俊康 和坐在辦公椅上的樓水 真是你們兩個啊 金俊康 你師父發生什麼事啊 為什麼會受傷呢 他現在在哪裡 聽到熟悉的聲音 兩個人一起站起來 呱呱看著龐康 眼神很複雜 既不是激動 亦不是受死 你幹嘛發生牛鬥啊 快點回答我問題吧 龐康微心一陣 他擔心的是邱金雄 並不是注意到兩個人複雜的眼神 師…師叔? 金俊康好像很驚訝 接著又有些不開心地問 你怎麼知道師父受傷的 還是你早就知道我師父會受傷 你什麼意思啊 一聽出金俊康裡面話中有話 龐康才發現兩個人的表情 看起來有點怪異 我是聽得對 禁保安說才知道的 秦榮忍覺得有點不對勁 別說金俊康 連柳瑞看到龐康的面色也不太好 茅山上面發生的事 已經足夠令人心寒 不會回到博白 都連個容身之所都沒有吧 金俊康把手上的文件 想到去辦公桌上面 淡淡我這樣說 師叔真的會說笑啊 保安怎麼會知道我們師父受傷的 我師父受傷沒錯 不過這件事 我相信你給我們所有人都清楚吧 你的意思是懷疑我? 懷疑我做什麼? 柳瑞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龐康有點生氣之餘 恨不得過去打金俊康幾巴 師父 柳瑞好像也有難言之隱 他放下手上之筆 嘆了口氣就說了 師父 還記不記得你放走的那幾隻妖王啊? 當時師伯就是被那幾隻妖王傷的 而師伯懷疑 懷疑是你派來搞局的 不是懷疑 金俊康否決了柳瑞說的話 淡淡地望著眼旁康就說了 根本就是事實 幾隻妖王也供應不毀 的確是師叔你派來的 而你派他們來不是為了搞局 而是為了奪了五金公司 這些都說了 好在當時師父引來了一道天雷 才把那幾隻人趕走 否則的話 別說師父啊 連我和柳瑞師弟都沒命啊 你說什麼話? 龐康睜大雙眼 好像剛才聽錯了一樣 激到全身都在震 你說我想奪了五金公司? 而你師父也相信妖然? 你們全部都是豬佬啊? 我如果想要奪五金公司 要不要叫幾隻妖王幫我啊? 一道掌心雷足以令你們灰飛煙滅啊! 龐康勃言大怒 指著金俊康和柳瑞兩個人在喊 之前一直是面色蒼白 現在被金俊康說的話 激到滿面通紅 兩個人一呆 龐康說的話也都不無道理 當年連師王都不害怕 又怎會偷偷摸摸做那些卑鄙小人的事啊? 你們一個個都是豬佬來的 連邮金和我的傢伙都是這樣想 你們把我想得真卑鄙啊! 龐康差點就師姓大法了 如果不是感覺到不對勞 而刻意控制? 估計眼前三個人 全部都沒命活下來 不是! 秦榮拍了在龐康的背部就說了 師父不要生氣了 他們只不過是聽了妖王的一面支持 沒事的沒事的 沒事? 他們兩個都是我辛辛苦苦帶出來的 沒想到我在他們心目中 就是這麼卑鄙的小人 當初我真是瞎了 竟然帶了這兩隻白眼狼 龐康更生氣的是 他在柳瑞和金俊康兩個人的心目中 竟然是那種人 金俊康和柳瑞兩個人慢慢倒下頭 金俊康剛才還很厲害 現在就好像一隻喪家狗一樣 看都不敢看龐康 當年金俊康拜師之後 丘金雄都還沒傳授他什麼 他就已經跟著龐康學到 這麼久以來 他大概都了解龐康的為人 別說金俊康 柳瑞也知道 雖然那個時候龐康是挺喜歡錢的 但後來才真正了解 只不過是龐康做樣子 奈何古老的四個字 非常之有道理 妖言惑眾 但是很多人都還相信 就好像眼前的金俊康和柳瑞兩個人一樣 還有受傷輕重未知的邱金雄 這三個人對龐康來說 既是兄弟之情 又是同門 師父 我都不相信你會做這種事 柳瑞的聲音很小很小 小到好像只有他自己聽到 明知道不是師父 為什麼你們還要這樣認為 秦榮對兩個人的行為也極為不滿 師父的身體本來就不好 才是被茅山趕出來 後來 龐康微頭一走 未等秦榮說完 就趕快抓了一下秦榮 別亂說話 跟他們說那麼多做什麼 江山易改品性難移 就算這次不懷疑 將來如果發生什麼誤會 他們一樣會這樣認為 我在他們心裡 就是一個卑鄙小人 柳瑞和金俊康兩個人也是一外 被趕出茅山? 師父 你為什麼被人趕出茅山? 有什麼可能師公他們 不是對你好好嗎? 不關你的事 龐康氣未燒 轉頭大概找了一下 淡淡地問 我的蝙蝠思耀呢 金俊康偷偷看了一眼龐康 依然還在發生氣的表情 搶在柳瑞面前就說 他沒事 不過他被師父帶到別墅關了起來 關了起來? 龐康驚訝地看著金俊康 你們抓不到妖王 就把我的蝙蝠思耀關起來? 你不覺得你們做得太過份嗎? 我龐康是你們想的那種人嗎? 為什麼要把蝙蝠思耀關起來? 他到處咬人嗎? 還是他殺了人嗎? 龐康指著兩個人在那裡渴戚 從回到公司到現在 一直被兩個人激到死了 你師父的別墅在哪裡? 我親自去找他 我要他給個解釋給我 幾十年的兄弟之情 在妖言或眾面前 難道就是這麼不刻地激嗎? 某帥看了眼金俊康 低頭不說話 金俊康也不敢說話 因為他們剛才說的話 太過份太傷人了 第114集 做什麼? 你們是不是怕我和你師父動起手? 你放心 雖然我在你們心裡很卑鄙 但是我龐康身正不怕影之邪 你們喜歡怎麼說就隨便你們 但是以後最好不要再叫我 聽見你們那種虛偽的稱呼 真是吐心 我半世人吃過的飯 都要吐出來 龐康這次真的發生氣了 就好像戴上了殺章廣中的冤武差不多 有區別的是眼前的人 都是相處了有些時日的人 竟然還這樣認為 屎嫂你別說了 都是私質愚鈍 未能夠分清是非 對不起 金俊康傷勢一軟 面向龐康跪低 低頭不敢望龐康的對眼 哼 跟我說對不起? 龐康雙手叉腰 又恢復面無表情的樣子 但是內心已經被兩個人說到涼足半截 有你們這兩個死蠢 我都為自己覺得羞愧 我真的懷疑你們是豬頭胎來的 不要跟我說廢話 帶我去見你師傅 說完 龐康轉身就走出辦公室 巡明看了兩個人一眼 搖頭嘆氣 跟著龐康離開 看著龐康消失的背影 柳瑞失雲落拍坐在椅子上 呆哒地說了 我說了這件事 我不相信是師傅做的了 你們是都要說跟師傅有關 現在好了 將師傅擊成這樣 我們應該怎麼辦 金進康長嘆了一口氣 就說了 我都沒想過 當時我都被蒙蔽了 一點都沒考慮師叔剛才說的事 現在想想 師叔的確是沒必要找妖王幫手 唉 但是我師傅呢 就堅決認為師叔是背後的主謀 我回去跟師傅解釋解釋吧 否則不解更深 就沒辦法收拾殘局了 嗯 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千萬不要再激怒師傅 我見他臉色也不太好 剛才那個小師弟也說了 師傅好像被茅山趕了出來 這件事師傅又不肯說 要不是找個機會 我們回茅山問問師傅吧 還問? 你還嫌師傅激得不夠嗎? 還是別管這麼多事了 先過了眼前這一關再說吧 金晉漢不禁流冷汗 好在龐康剛才沒有動手 如果不是就慘了 他把手上的文件都給了樓碎之後 這樣才跑到樓追上龐康 一個金紅的別墅已經換過一個地方 而且這個別墅也不是很大 就是一般常見的樓中樓 不過這間別墅有花園和游泳池 比之前那個要好很多倍 還請了兩三個保姆過來 幫忙料理家務 花園和照顧細蚊仔 你之前那棟別墅熱鬧了很多 龐康站在別墅前面 沒有師傅的心情去看別墅的景色 而是兩眼夾緊別墅 金晉漢在門口按了幾個門鈴 也不用打招呼 保姆就直接過來開門 讓金晉漢進去 期間也沒有說什麼 好像金晉漢來過不止一次 休養了好幾天 休金紅的重傷已經沒有什麼大礙 現在已經可以自己走走 這個時候 他正坐在大廳看電視 身邊坐著一個正在吃零食的小蚊仔 正是休金紅的兒子 師叔 要不是你先在這裡等下 我去跟師傅通報一下 金晉漢最害怕的 就是看到剛才龐康激動的一幕 假如和龐康相處了幾十年的休金紅 突然說出這樣的說話 那龐康心裡會不會承受不了呢 不需要 這麼大架子嗎 龐康冷冷地說 既然已經來到別墅 那就不用金晉漢帶路了 他扔下金晉漢 直接走進休金紅的樓中樓別墅 金晉漢無奈地搖頭 這件事很難解釋 他開始後悔在辦公室上這樣說話 或者龐康也罵得對 他們真是豬佬 沒搞清楚事情之前 就道聽途說 真是該被罵 龐康這樣一生氣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能恢復以前的關係呢 龐康站在大門口 剛好就看到休金紅 正在無聊地看著電視 旁邊的小孩子 正瓶瓶有味地吃著零食袋裡的零食 龐康正要開口說些什麼 但見到小孩子在這裡 也不要發作 免得影響到小孩子 師兄真是好雅興 聽說你受了傷 身體還不錯 龐康忍著要說話的事 淡淡地問 面上毫無表情 只是淡淡地看著休金紅 休金紅轉頭 看著龐康一外 然後就張開雙眼 很驚訝地說 是你? 沒錯 是我 我們就算不是師兄弟 亦都相互稱呼兄弟幾十年 既然是兄弟 我不應該來看看兄弟嗎? 龐康邊港邊走進來 坐在單人沙發上面 還伸手摸了小孩子的頭 休金紅看著一眼 站在門口的金進腔 拉個小孩子 小小聲地說 兒子 你回房間玩 爸爸還有事 小孩子在沙發上面滑下去 手裡還抱著一包零食 嘟起嘴 有點跳皮 說 那爸爸 等一會兒 你帶我去買零食 我要買很多很多零食 好好好 我和你買一車這麼多 你快點回房間吧 休金紅無奈 輕輕地拍攝小孩子的屁股 看著小孩子走了 這樣才就在眉頭說 你在這裡貓哭老鼠嗎? 不過也好 就算你不來找我 我都會去找你的 小孩子不適宜吃太多的零食 現在的零食大多數都是安全超標的食品 偶爾吃點就好了 偶爾看在眼裡 這樣種著小孩子是不行的 甚至還會把小孩子的肚子吃壞 加上現在的零食已經 又金紅冷哼了一聲 淡淡地說 哼 我在這裡說我們的事 我兒子的事不用你來 更加不用你教 唉 是嗎 偶爾深吸了一口氣 背靠在沙發上面 淡淡地看著 寬闖而華麗的別墅 淡淡地問 導遊 我們認識了多久 幼金紅看向其他地方 對於龐康所問的問題 避而不答 龐康面上露出了滄桑的笑容 面對現在的幼金紅 已經到了無話可說的地步 至少不想再去紅辨和否認 不用細算 我們認識了都應該有幾十年了吧 幾十年之間 你不了解我嗎 當我看到你的態度 令我覺得心寒 幾十年又怎樣 人是會變的 今天來找我 就為了說這些嗎 幼金紅 另轉臉 淡淡地問 秦榮和金進匡 兩個人走到旁邊 幼金紅沒有叫他們坐 兩個人只能夠站在那裡 秦榮冷眼看著幼金紅 對幼金紅的態度極為不滿 龐康的雙眼 在幼金紅的面上掃了一次 塞落地摁頭 好 非常好 既然你是這樣認為 那我無話可說 說完 起身就走了 沒有為自己做任何的辯解和否認 你真是好思伯啊 秦榮一外 他沒想到龐康竟然這麼簡單就走 轉頭和幼金紅淡淡地說了一句 也轉身跟著龐康一起走了 師叔不要走啊 件事都還沒說清楚 金進匡心裡暗叫閉 知道誤會好像越來越深 正要追出去 幼金紅望都不望龐康的身影 咬了咬牙就喊了 金進匡跟我回來 先走了幾步的金進匡 面色難看 看著龐康和秦榮兩個人離去的背影 長嘆了一口氣 轉身走到幼金紅的身邊 淡淡地說了 師傅 這件事和師叔沒有任何關係 我們不可以被妖言迷惑了 以師叔的實力 他根本就沒必要這樣做 再說 以前你都知道的 師叔對五金公司 根本就一點興趣都沒有 而且我都發現 他並不懂得經營什麼生意 這件事你真是誤會了他 不會? 丘金紅回頭看著金進匡 激動地說 他為什麼要放走那幾隻妖王 妖王 是的 他明明可以舉手之間秒殺他們 而我們 就算拼了老命 都不是他們的對手 人心格土皮 他這樣做 目的更不明顯嗎? 我們是斬妖除魔的道士 他竟然放走妖王 那不是有目的是什麼? 你現在竟然站在他那邊幫他說話? 是不是他給了什麼好轉你? 金進匡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丘金紅是否到了更年期 往日的好兄弟 竟然變成今天的局面 我沒有被他收買 我只是覺得他講得有道理 而且陶儀覺得師叔有事瞞著我們 今天在公司 徴令差點說出來 不過被師叔攔住了 丘金紅眉頭一皺 激動的身體 漸漸平穩下來 想了一會才問 徐榮說了什麼? 徐榮說師叔已經被趕出茅山 除此意外 還有一些事沒有說出來 金進匡也不被諱 將聽到的都告訴了丘金紅 但是師父 師叔在茅山的地位顯著 在掌門師公的眼中 更是一位不可多得 萬宗無一的人才 他怎麼可能被趕出茅山 這件事 陶儀絕對不相信 我覺得他們好像在隱瞞什麼 但是陶儀愚頓 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 你說什麼? 就算是剛才和龐康 吵得最厲害的丘金紅 他現在也吃驚地站起來 兩隻眼睜到大一大 他是茅山的紅人 有什麼可能被趕出茅山 會不會是為了證明這件事 不是他做的 所以才故意告訴你 金晉康搖了搖頭 我也有這樣想過 但是之後發現 師叔為了這件事 非常生氣 你知不知道他剛回來的時候 是什麼臉色 非常蒼白 好像身體很虛弱 陶儀覺得這件事 還是不要妄下定論 先回茅山 查清楚是什麼回事 第115集 說是這麼說沒錯 但是這個是兩件事 如果他真的被趕出茅山 那就慘了 五金公司沒有他可以 但是茅山 沒有了他就絕對不行 丘金紅心思 雙手拆在腰間 想了一會兒 這樣才急急腳地說 你快點出去看看 將他們兩個叫回來 意識到事態嚴重 丘金紅放晒 金晉康雞丟米伸頭 但是跑到別墅外面 早就已經不見了龐康和秦榮的身影 金晉康還特意跑了一會兒 最後還是失望而歸 蹲下頭 站在丘金紅面前 臉色暗淡地說 師傅 他們已經走了 走了就走了 而我現在的財力 要找他們應該不是什麼大問題 你明天啟程 回茅山 打探一下究竟是什麼回事 如果有什麼異常 你馬上打電話告訴我 丘金紅也很急 好地地 有什麼可能 被人趕出茅山才行 金晉康一呆 眼珠轉了一下就說了 師傅 我去茅山肯定沒問題 但公司哪個幫忙 師弟一個人 忙得過來嗎 唉 你不說 我也差點忘記了 對於這件事 柳瑞是怎樣看他師傅的 丘金紅這樣才想起柳瑞 柳瑞是龐康的徒弟 有可能會同流合污 唯一可以相信的 他還是個警察 沒有什麼反應 那些說話 都還是他最先跟師叔說的 我的意思是怕他忙不過來 金晉康冷汗一霧 到現在 丘金紅竟然還在懷疑這件事 果然是更年期到了 什麼都這麼敏感 丘金紅露了頭 也沒有注意金晉康什麼表情 你先去茅山吧 公司的事我會處理的了 這個師伯也太瞞不講理了吧 都幾十年了 竟然都不了解你 陳榮有點不滿地抱怨 還有啊 你剛才說的蝙蝠詩妖 是什麼回事啊 為什麼沒見到你和師伯拿回來的 正在匆匆行路的旁康一外 對了 剛才還要找丘金紅拿回蝙蝠詩妖 為什麼一時之間竟然忘記了 不過也好 以現在的身體狀況 身邊不宜留人 陳榮 以後你要記住掌幼之分 不可以在長輩的背後說壞話 這樣是不敬的 何止不敬 簡直已經到了要動手的地步 在茅山上 師叔偉勝 師伯元軒和元智 包括已經死了的張廣忠和張廣藍 陳榮都有出言不信的時候 當然 這個也是被迫的 只要誰對旁康不利 陳榮就會跟誰反面 長輩在他眼裡遠不如師父重要 這種重要程度 已經到了無人可及的地步 無論是誰 心都偏向著師父 但在某種權力的驅動之下 沒有人能夠像秦榮那樣 但是師父 你說他們怎樣怎樣對你好 徒兒就全然不覺了 在茅山上 顏若大師搞事 細師叔竟然還要跟著一起搞 說你仰師什麼 硬是要闖入你房間 類似這樣的事 都發生了不少了 那個元軒大師伯也一樣 他們好像都針對你似的 你說了 徒兒阻止他們也有錯嗎 陳榮反問 面上多了些無奈的表情 他們對我好與不好 你都不可以干涉 這是上一輩的事 你們下一輩不應該干涉 說完 旁康另轉身就走 走在公路邊的人行道上 又說了 要不是 你還是先回家了 我不知道下一次師毒再犯 是什麼時候 連你廣東師公我都殺了 更加謎題是你了 茅山有不少人 已經把師父我當成是黑星 你師伯呢 還把我當成是災星 我都不知道我做錯了什麼 陳榮面色一變 上前焦急地說 不可以呀師父 無論你變成什麼樣 這個都是徒兒應該做的 現在你落爛了 徒兒更加不可以耍手離去 他們排斥你 但是徒兒不會的 現在你已經沒有地方落腳了 一不是就是我家了 走出茅山之後 龐康就想著 怎樣才可以拼開徐榮 又怎會去徐榮家 現在已經害了兩條人命 已經夠了 你還是回家了 我有地方落腳 只不過這個地方 對你來說 不是很合適 龐康想了一會兒 這樣才淡淡地說 不合適? 徐榮微生一咒 還有什麼地方不合適呢? 難道是地府? 師父呀 你說的是什麼地方呀? 石甲嶺 龐康一字一頓地說 抬頭往石甲嶺的方向看去 除了石甲嶺之外 估計已經沒有什麼地方適合他 石甲嶺是一個萬邪齊序的殺地 活人有進無出 我現在才明白 我已經是一句 有時正常有時失控的壽司 除了你在石甲嶺之外 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容得下我了 你是大活人一個 不適合去石甲嶺 秦榮的臉色一下子就變白 石甲嶺? 這個地方有聽說過 但沒去過 不過師父 徒兒不怕的 區區小妖 龐康嘆了一口氣 轉眼望著眼自唱的秦榮 真是不忍心 和這個單純的小孩子潑冷水 那你就錯了 你不覺得你道行雖然提升很快 但是還有很多東西拖後腿嗎? 石甲嶺裡面不單止有妖 還有殭屍、惡鬼 你那一套對付妖還可以 但是對付惡鬼和殭屍 恐怕就不會這麼順利 畜生始終是畜生 腦和人類是有區別的 但是殭屍和惡鬼 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變成 當然 對付人你都好有一套 但是要知道殭屍王和鬼王 並不是妖王那麼好對付的 還有這樣區分的方法 妖王不是跟屍王、鬼王一樣嗎? 難道他們還可以帶得上一隻妖王? 秦榮好奇了 因為他的經驗 遠遠比不上龐康 龐康搖頭 否認秦榮的看法 比不上 不過這只是區分階級的不同 我這樣解釋 一隻初級的獅王 可以頂得上頂級的妖王 上次在你家的那條蛇妖 當然是初級的妖王 否則你不可能是他的對手 而如果換成獅王或者鬼王 你早就被人殺了 一說起獅王 龐康就想起那次的桂林之行 因為那個時候 遇上了四隻強悍的獅王 如果不是各種優異的形勢 龐康絕對不是對手 當時的道行 也只是比秦榮高少少 原來我還是井底之蛙 師傅 讓我跟著你 我不怕 而且陶兒 還有很多東西要跟你學 秦榮心裡非常震驚 他還以為以他的實力 可以在石甲嶺橫行 我是不會走的 要望我在石甲嶺附近 搭個茅屋 反正 我是不會丟得理不理的 加上你現在 又發生了這麼多的不幸 我不幸不要緊 但我不想我的徒弟都發生不幸 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 冒死都要救你那幾位師兄 我就是不想見到他們不幸 不能夠令他們因為我而死 以前我沒有本事 眼白白地看著他們一個一個走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心痛 就好像看著自己的兒子 被人一刀一刀殺死 我的心就好像被人拿刀 捅了一百幾十個洞 龐康越說越激動 將秦榮嚇了一跳 自從聽說龐康變成死屍之後 秦榮清晰地看到 龐康的脾氣越來越暴躁 記得之前的龐康 好聲好氣 脾氣好溫和 師傅 我還是決定 就算不跟你一起進石甲嶺 我也要在石甲嶺外面 雖然不知道以前發生過什麼事 但秦榮的態度非常堅決 就算看著龐康 那副兇神惡殺的表情 秦榮依然是雷打不動的心態 再說 你不是還要查 殺掌門師公的真相嗎 你… 龐康強壓心中的怒氣 想想都覺得有道理 再加上秦榮 師傅沒有離開之心 龐康也唯有硬著頭皮答應 好 但你最好不要入石甲嶺 否則的話 你會死得很慘很慘 搭間茅草屋就不用了 因為石甲嶺前面 有一個已經變成廢墟的村莊 本名叫楊家村 後來師王現世 石甲嶺暴動 將附近的很多村莊都摧毀到不堪入目 楊家村是來石甲嶺最近的村莊 當然無法避免被摧毀的騙魂 而楊家村唯有幾間房 還可以勉強住人之外 幾乎已經面目全非 當年茅山叛徒戰風 只是住在楊家村的村口 房間也保存得更可以 除了門窗需要更換之外 其他東西還算好 有現成的屋可以住 巡迷當然不用再建什麼茅草屋 簡單收拾一下 再隨便弄個門窗就可以了 劉小玲才剛回到博白 都未來得及回家 直奔格州中學 因為當時她和楊若 躲在房間裡施雨 留下了聯繫方式 楊若從茅山回來之後 就在格州中學的附近 等著劉小玲回來 隔州高中的附近 新開了一間小賣部 賣的東西不多 只有一些簡單的學生用具 和零食 不過這間小賣部的生意 就很火 因為老闆娘又年輕又漂亮 吸引了不少高中生 很多人來買東西 只不過是為了看老闆娘一眼而已 而這個所謂的又年輕又漂亮的女生 正是心懷鬼托的顏若 雖然在這裏做生意 只是為了掩飾身份 等待著她想要的機遇 但面上仍然沒有絲毫的笑容 學生來買東西 她面上永遠都沒有溫和的笑容 都對的 對顏若來說 有沒有人買東西根本就無所謂 第116集 劉小玲大概找了一陣才找到顏若 見到整屋的零食 劉小玲即時就食慾大鎮 躲起茅山的時候 別說零食啊 連分菜都沒有見到過 她也不理顏若和不同意 拿起幾包零食 找椅子坐下 便邊吃邊講 真是累死我了 第一次自己跑那麼遠的路 顏若也沒有在意 畢竟生意只不過是 就算劉小玲 把房間裡所有的零食都吃光 都無所謂 她望了一眼時間 學生還在上課 來下課時間也不遠 就想她把門關了起來 淡淡地問 我叫你辦的事 你做成怎樣 放心啦 那個叫艾曼麗的女人 已經離開旁腔了 不過師傅 這件事真的出乎我的意料 你知不知道艾曼麗是怎樣離開旁腔的 雖然跟我都有關係 但更主要的不是我 而是旁腔特登要趕她走 劉小玲邊吃零食邊說 是嗎? 照這樣說 旁腔身邊現在沒有人 顏若面色冰冷 嘴角上笑 趕走艾曼麗是顏若的計劃 不過可惜 如果旁腔不願意 雅曼麗根本就不會走 所以這件事 只不過是純粹推走 除此之外 還有沒有事發生 劉小玲停下吃零食 想了一會兒再說 這件事說起來 就一匹布那麼長 或者你走得也太倉促了 你知不知道 旁腔現在已經不是人 而是一句 隨時都會發作的死屍 我聽他們說 茅山的什麼長老和長門 都被旁腔親手殺死了 旁腔現在好像喪家之犬一樣 劉小玲將她所見到的 一一都告訴顏若聽 將顏若說到心花怒房 一切的一切 就好像已經注定了一樣 真是想不到 旁腔竟然都會落到這種地堡 當年救了這樣一班 亡恩負義的老爺 旁腔肯定 後悔到腸都青了 死屍 死屍 哈哈哈哈 第115集 大小 旁腔竟然真是成為了死屍 真是天作我也 茅山令到旁腔後悔 那我現在 就要茅山後悔 我們鬼道 很快就要到陽眉吐氣的時候了 好圖兒 你做得好好 你做得非常好 但是 圖兒什麼都沒有做 只不過是順水推舟 幫旁腔趕走艾萬里 劉小玲年紀小 腦袋還是比較單純 顏若讚嘆地拍下劉小玲的肩膀就說了 你已經做得非常好了 接下來 就是趁他病 拿他命的時候 只要茅山沒有旁腔 那我也不用再顧忌些什麼 圖兒 我帶你去見你師兄 立刻叫他帶你修煉 這次是劉小玲 第一次見到顏若這麼反常 以往的顏若都是冷言冷語的 面色也不好看 顏若之前 有猜過旁腔變成死屍 但只不過以為旁腔在練屍 所以並沒有放在心上 現在雖然知道了 但是想想旁腔當時 所爆發的強大屍氣和實力 顏若也是束手無策 其實他不知道的是 可以在旁腔手下逃走的 就只有顏若 因為旁腔屍性大法的時候 第一招就是偷心 茅山已經罵到這種境地 實在是出乎顏若的意料之外 本來就已經準備好的計劃 現在就要改了 心裏邊在暗暗的策劃著 老闆娘開門了我要買東西 突然門口外邊 傳來一陣急速的敲門聲 別說將劉小玲嚇了一跳 連正在暗字策劃的顏若 眉頭都嚇到一陣 顏若的面色轉冷 看了眼睛閉的門 冷聲地說 你再敲一下 我就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你說什麼 門口外邊 好像沒有聽清楚顏若說什麼 又敲了幾下門 顏若牙齒一咬 握起劉小玲身邊的椅 狠狠地往門口扔了過去 彷一聲 將椅即便變成碎塊 而那道木門 亦都被更生窄了個洞出來 而那個學生呢 肚子裡面插著一隻椅腳 慢慢往後跌低 劉小玲的面色一下子就變白 本面驚恐地望著顏若 師…師父 你…你殺了人啊? 我說過 再敲門就死無葬身之地 他竟然還敢敲 你們叫死有如故 顏若冰冷地說 敲門有錯嗎? 劉小玲心裡隱隱有些後悔 現在他才想起 顏若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殺人狂魔 顏若扯著劉小玲的肩膀 把他拉起來 還不走? 我告訴你 做我徒弟就要心狠手辣 否則的話 你不殺人 人家就殺你 劉小玲雙手一點震 不敢回答顏若的說話 面色殺白 雙目呆滯 顏若冷哼了一聲 也不理劉小玲是甚麼表情 將劉小玲捧在肩膀上 另轉身就走了 顏若在學校附近開小賣步 身份來歷不明 又沒有營業執照 甚麼都沒有 甚至都沒有人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唯有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那張表面美麗動人的臉 一回到小黑屋 顏若這樣才把劉小玲放下來 狠狠地打了劉小玲一巴 這樣就把你嚇到嗎? 師傅你回來了 這個女的是不是我師妹 講話的人 竟然就是被龐腔冒著危險而救回來的超輝龍 超輝龍回來之後 就被顏若趕在小黑屋修煉 不過現在的超輝龍 遠不如其他被龐腔救的徒弟 因為他現在還未完全修煉成劍妖 時不時還會變回一把劍 你不好好地修煉 走出來做甚麼? 這裡不關你的事 和我回棺材修煉 顏若冷冷地看著超輝龍 喝漆地說 超輝龍本來還想出來說些甚麼 但一見到顏若那副想要殺人的樣子 縮了一下頸 又跑回到小黑屋了 師傅 劉小玲也不知道是怎樣來到這裡 想起剛才的那一幕 眼淚一下子就流出來 你再跟我說殺人的事 我就將你的舌頭割下來 顏若的聲音好像冰箱一樣寒冷 將劉小玲嚇到全都起雞皮 劉小玲急掩著嘴巴不減出聲 經過剛才那個學生被殺 他一點不會懷疑顏若在說笑 畢竟就算割了舌頭 你一樣可以收作做徒弟 但殺了人 難道就這樣一走了之 會不會有些太無法無天呢 不過後來劉小玲才知道 顏若沒有留下一些線索 加上顏若在現代 沒有任何身份證明和資料 單憑學生描述面孔 假如柳瑞不出手 恐怕顏若這輩子都不會被人查到 超輝龍出來 顏若冷冷地喊 將還未排入棺材的超輝龍嚇了一跳 還以為動作慢了 要被顏若懲戒 即時加揮了速度 一個跳躍就躲進棺材裡 蓋上棺材蓋就說了 師父 你剛才不是叫我好好修煉嗎 為何又把我扔進棺材裡 一聲 走進小黑屋 隨手把超輝龍所在的棺材 扔出來 掉到地上 整個棺材掉到四分五裂 緊繩在棺材底板上 還攤著驚啞中的超輝龍 超輝龍感覺涼了很多 拔開雙眼 光線有點刺眼 就說了 師父 你剛才不是叫我好好修煉嗎 為什麼又把我扔出來 劉小玲面色很難看 張開嘴 雙目呆滯 呆滯地看著碎了棺材 棺材裡 都可以睡一個大活人嗎 睡在棺材裡修煉 那算是哪個門派的修煉之法 未免太恐怖了吧 他眼角震了一下 竟然嚇到一句話都說不出口 坐在這裡 你如果敢走的話 我就打斷你雙腳 顏弱 顏弱白了在地上的劉小玲 想他捉起超輝龍 走到劉小玲聽不到的地方 跟超輝龍說什麼 超輝龍的面色很難看 表情扭曲 好像顏弱所說的說話 令他極為之驚恐 劉小玲徹底後悔 現在究竟跟著一個多恐怖的人呢 這件事應該早就在顏弱殺穿人事件的時候 那時候就明白 顏弱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人妖 妖魔 只是可惜 這個世界上沒有後悔弱 如果不是 都不會有這麼多人悲哀呢 兩個人施餘了一會 這樣才走回來 超輝龍的面色不太好看 好像顏弱跟他說了什麼 令他難堪的話 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 要不然 你就等死吧 我會令你心目中的艾薇 死無葬身之地 顏弱背對著超輝龍 冷冷地說 師父啊 我和艾薇沒有任何關係 請你不要把這件事牽涉到他身上 超輝龍的心一冷 正式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發現顏弱有這麼大的野心呢 不單止野心大 還心狠手辣 他望了一眼劉小玲 心想 真是可惜了這個 生得好像楊青妮的女生 想起剛才說的事 超輝龍都覺得心中發霧 因為談話之中 劉小玲的事最令人心寒 哼 想不到你到現在還掛著他 不過沒用了 你這次一消失都快十年了 艾薇早就已經結婚 你掛著他都沒用 顏弱冷笑 這個世間的感情就是這樣了 等不起 不會有人為了你 而無緣無故等十年 因為人生都沒有幾個十年 而你在艾薇的心裡 也都不是最重要 你都是死了這條心了 第117集 顏弱的說話 也不知道是在安慰超輝龍還是打擊他 或者覺得 世間的人與人之間的情 都被他添上了利益兩個字 正所謂無利不成虧 根本沒有多少人想去做沒有利益的事 超輝龍的面色一下子就變白 他硬發來無奈 不知道艾薇現在的情況 令他想不到的是 十年之後 他已經是人家的新娘子 隨之面上就換成了無奈的笑容 他竟然已經嫁了人了 看來我當年做錯了 不過我不應該去還什麼債 哼 顏弱又是一聲冷笑 就算我現在未結婚 你已經不屬於人 而是劍妖? 人妖之戀? 不要癡心妄想了 記住我剛才交代你的事 否則的話 我不會比你好過 超輝龍沒有說話 低頭走到劉小玲面前 淡淡這樣說 你叫劉小玲? 從今天起 你不准離開我半步 否則的話 我殺你全家 劉小玲一呆 傻傻地看著超輝龍 師…師兄 為什麼? 我是來拜師的 不…不是來坐牢的 這一層我理不到 總之你以後吃飯、飲水 去廁所、睡覺 都要經過我同意 不要想著走 就算你走到外國 我都會把你碎屍萬斷 等你全家和你陪葬 超輝龍面色轉冷 一點都不像剛才這樣 劉小玲現在恐怕 後悔到五臟六虎都全部變色了 顏約看著超輝龍的背影 嘴角高高撩起就說了 不管你用什麼辦法 反正你給我看實他 我還有其他事 假如他走掉了 我為你試問 說完 就轉身離開了 你們究竟想將我怎樣 看著顏約走了 劉小玲很害怕地看著超輝龍就問 超輝龍轉頭 看著地上 已經跌到枝離破碎的棺材就說了 拜師姐 不用這麼害怕 不過我們軌道 不是說你想走就可以走 長輩叫你做些什麼 你聽說就是 最好就不要反駁 否則你會死得很慘 本門的門規很簡單 師傅說的話就是規矩 就算叫你去殺人 你都不可以有絲毫的猶豫 現在先去我們的房間看看 和你安排一個棺材 當然你有錢的話 可以自己買一副西式棺材 棺材? 劉小玲嚇到眼淚都流出來 成身的汗毛豎氣 起了雞皮 你們…你們睡覺都用…棺材的? 超輝龍捉住劉小玲的肩膀 推著他進去小黑屋裡就說了 除了吃飯上廁所 我們修煉和睡覺的地方就是棺材 劉小玲感覺背後發涼 加上小黑屋分暗陰森 更加令他成身震斗不已 面色連嘴唇瞬間識變 現在到底是進了堆放死人的太平間呢? 還是古老的異裝呢? 看到堆滿棺材的黑屋 劉小玲再也忍不住 放聲就哭了出來 師傅已經交代了 如果你偷跑回家的話 就叫我打斷你的腳 等你爬著回去 超輝龍不忍心地望著眼劉小玲 口氣軟了下來 其實這一切都是師傅交代的 我都只是照做而已 一開始我也很害怕 但我現在不是一樣沒事嗎? 只要你按照師傅說的去做 師傅非但不會為難你 反而還傳鬼道秘術給你 只要你修煉有成 就不用看別人的面色各自 看見誰不順眼就殺誰 超輝龍變了 以前剛拜顏若為師的時候 他就已經變了 因為當時他都幫忙對付龐康 只不過最後被人認出來的時候 才不得意阻止顏若殺人 現在已經差不多跟龐康劃清界線 顧忌也少了很多 顏若得知龐康現在的處境 心裡很興奮 在水晶官出來之後 恐怕沒什麼事可以令他這麼高興 他一直在等一個機會 等了快十年 終於等到龐康落坡的時候 雖然他認為這個機會不會實現 當年妖僧成為師王之後 就聚集石甲嶺所有勢力反攻茅山 以茅山那些實力 妖僧要踏平茅山絕對是綽綽有餘 可惜他遇上了龐康這個變態 最後非但沒有成功 反而還被龐康布下了強行的陣法 強行將妖僧封印 當時顏若就去了幫手 但所謂的幫手其實是另有原因 假如妖僧成功踏平茅山 他顏若就會風往哪裡吹就往哪裡站 到時候可能就不是幫手了 反而還會再妖僧一臂之力 趁機奪取其他的道門 例如龍虎山 師王妖僧被封印之後 顏若本來就想下手 但就奇怪地發現 龐康竟然自己出去了遊歷 連一直跟在他身邊的艾曼麗都沒有帶走 顏若深深地知道 他當時的道行與顏曼麗相比 最多是不上不下奇古相當 假如動起手上來恐怕難以以寡敵眾 正因為當時的勝算微乎其微 沒有什麼把握 所以顏若才又躲回去薄白 殺人取屍 苦心修煉 就算不能超越龐康 都要站在艾曼麗的頭頂 一切的一切都來得太突然 艾曼麗被龐康用計趕下山 龐康因為無緣無故變成獸師 也都被茅山趕出山門 這樣茅山現在靜低的 全部都不是我顏若的對手 那我就可以繼續實行我的計劃了 狂雷真人 哼 現在的你恐怕是狂屍真人 顏若行在路上邊 興奮到自然治癒 面上也都沒有之前寒冷如冰箱的表情 想想劉小玲講的消息 顏若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腳下的速度 閃電般直撲石甲嶺 直入石甲嶺的深處 七尾妖湖胡大仙 這個時候正躲在自己的巢月之中 和獨公子鳥仁正在討論著 下一個屍體去哪個地方殺取 我看都是在臨遠的六川或者玉林市區 每個鎮只取一條屍 跑太遠時間太久 況且發生太多命案 會惹上不必要的麻煩 七尾妖湖 顏若跟他取了一個非常柔和可愛的小名 叫小白 因為七尾妖湖的毛結白雪亮 名字由此而來 但論其性格而談 剛好就跟名字相反 心狠手辣、狡惑、不擇手段 但是長期下去 我們都會走遠 玉林一共才能多少個縣城 多少個鎮 每個星期就要兩條屍 就要去兩個鎮 到時候 我們恐怕不想走遠路都不行 而且路途遙遠 說不定還會遇上臭套屍 獨公子不太贊成七尾妖湖小白的說法 獨公子前面已經介紹過 是一條修煉成妖的蛇 你們兩個的觀點都沒錯 但是我覺得 我們找屍體 當地人應該只會認為是失蹤 不會認為是什麼謀殺 一個鎮失蹤幾個人 應該不會引起什麼值得關注的新聞 鳥仁是一隻騰空飛行的鷹 是飛行類為數不多的種類 一隻鷹幻化成人 但一個聯想到的名字 當然是鳥仁 所以鷹妖的外號就叫鳥仁 顏弱都是這樣叫的 三奇妖都有三個不同的觀點 當然 如果三奇妖運用得好 計劃會完美很多 單單看這棟每隻妖的一句說話 就知道都可行 當然 也可以表達出三個不同的利害關係 比如胡妖小白說的 精癖狡猾 正所謂 小心能洗萬年船 這件事已經商量了有一段時間 雖然沒有斷過送屍體給顏弱 但仍然未決定方案下來 今天這麼巧 三奇妖心平氣和坐下來商量 無奈一妖一句不同的說話 導致這件事的著落點 遠到束手不可及 小白 顏弱帶一個來找的妖 是身為癡性的胡妖小白 或者他認為同為癡性的關係 所以第一個想法就是找小白 但仍未走近小白的腦窩 就驚奇地發現其他兩隻妖王都在 顏弱的身影無聲無色地出現在小白的腦窩 將三奇妖嚇了一大條 以為是有人闖入了石甲嶺 不過發現是顏弱 三奇妖的面積都不好看 顏弱打量了一下小白的腦窩 用樹蓋成 雖然不是現代人的屋 但也算得上是石甲嶺為數不多的屋 三奇妖齊齊齊站起來 驚訝地看著顏弱 顯然沒有想到顏弱會親自來找他們 顏弱姐姐 第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